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智慧树上 智慧躲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一起讲故事 月亮的味道 月亮有什么味道呢 夜晚一轮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 那除了月亮 小朋友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眼睛 在小山坡的后面 有好多双小眼睛在看着月亮 他们想 哎 这月亮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 是甜的呢 还是咸的呢 哎呀 我真想尝尝那么一小口啊 这一天啊 一只小海龟 它要一步一步的爬到最高的山上去 去摸一摸月亮 那我们一起来为小海龟加加油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说小海龟加油 小海龟加油 小海龟爬到了山顶 还是摸不到月亮 于是小海龟就点了点脚尖 哎哟 还是摸不到月亮 这一次啊 小海龟叫来了 大象 大象站在了小海龟的背上 然后它伸出了自己长长的鼻子 月亮啊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觉得小动物们一定是在和自己做游戏 于是呢 大象的鼻子往上一伸 月亮就嘣的跳了一下 大象没有成功 所以它叫来了谁呢 长江鹿 长江鹿站到了大象的背上 然后月亮呢 就又轻轻的往上 蹦了一下 所以啊 长江鹿也没有够到月亮 小动物们纷纷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 最后呀 小老鼠也来了 然后小老鼠就顺着小海龟 大象 大象 长颈鹿 斑马 狮子 小狐狸 小猴子 一直走到了最顶上 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月亮已经玩累了 它不想再往上跳了 于是呢 它就没有动 小老鼠 啊 咬下了一块月亮 直接咔嚓咔嚓地吃了起来 哎呀 月亮的味道太好了 然后呢 小老鼠把这个月亮分给了其他的每一个小动物 每个小动物都尝到了月亮的味道 夜晚 它们趴在山坡上睡着了 梦里大家都在品尝月亮美好的味道 我们来和月亮含有小朋友们说 晚安 大神说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今天呢 在大神说里呢 我们要聊的话题呢 是和季节有关的 四季是什么 你知道四季吗 知道 是哪四季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说得很好 你出生在哪个季节呢 我出生在春天的末尾 夏天的开始 哇 说得好好啊 那春天有什么特点呢 春天万物复苏 好多那个冬眠的小动物都出来了 春天五六七彩的叶子很漂亮 我还可以站在花里面 还可以拍照 春天 初夜会变黄 春天初夜会变黄啊 那秋天呢 秋天 初夜就 你 马上就要变黄了 等 等冬天就 都变黄了 完了就 全 全掉了 那什么季节 初夜是绿色的呢 夏天呀 春天不会变绿吗 春天 会 会吧 万物复苏嘛 是不是 小嫩牙长出来了 什么颜色的呀 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叶子 很有特复啊 春天播种了 然后夏天就开始给它们生长 一交嘴 它们就开始生长 哦 它今天都特别热 嗯 然后好多就是还有蚊子 哈哈哈哈 还有讨厌的蚊子 是不是 嗯 夏天我穿了一只小笔虾 就完了 讨厌了 西瓜 西瓜 你喜欢吃西瓜吗 嗯 夏季会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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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晒满虫 满虫要晒满虫 要晒满虫 晒被子 哦 晒被子 其实有时候啊 就是说啊 妈妈给你晒过被子了 然后被子上有阳光的味道 其实就是晒满虫的味道 哦 是不是 夏天有什么特点的啊 说一说吧 夏天是出门就穿短袖 嗯 玩的穿 穿短裤 它戴防晒帽 还还戴防晒镜 嗯 那秋天呢 秋天 嗯 掉落下的叶子 我可以玩叶子 哦 做鹅的头 哦 用树叶来贴出那些漂亮的画 对不对 嗯 哦 然后再用马克笔 给它点上眼睛 哎呀 真好 非常地有创意 那如果说下雪的话呢 需要雨伞吗 嗯 嗯 那下雪怎么办呢 你出门怎么办 就 穿毛绒绒的衣服 就可以啦 嗯 下雪 下雪也要 也要戴上手 小套 但是冬天好麻烦 要穿好多好多衣服 是不是 这还要穿 多种各样的 待会我去冬天可以打雪站 冬天的时候小动物 小动物们都去哪里呢 你知道吗 有很多小动物 藏起来 藏起来 他们会干嘛呢 有一些小动物 去 带很多吃的到他们的家去 因为太冷了 一出去 他们没有衣服 他们就会太冷了 就要开始怎么样 睡觉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小动物 它会冬眠 睡一点觉 他们饿了就开始吃 吃完了就开始睡觉了 是不是 这 要是冬天就 就吃水 吃水 他们没有玩具 没有玩具 我最喜欢的季节 如果说一年当中只有一个季节 你希望会是哪个季节 希望是夏天 这样可以少穿点衣服 不要穿那个舞的一起 都纵多都僵硬 我最喜欢夏天 夏天我们可以去草地上玩沙 我最喜欢下雨 下雨了 这个雨下得大不大 大 那怎么办 我们出门该怎么办 拿雨伞 拿雨伞 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打雷呢 你害怕吗 我害怕 这么勇敢 因为妈妈在保护我 说得好好 因为有妈妈的保护 这四个季节 你最喜欢哪一个 冬天 为啥 因为冬天可以搭雪 一个外套 还有大口罩 就不能用嘴呼吸了 就知道 比喻寒冷是不是 冬天 因为真的搭雪仗 如果冬天下雪很多的话 在冰棍上沾一点雪 冬天吃冰棍 那不会更冷吗 不会的 穿一个棉偶吃冰棍的 冬天 还有夏天 还有夏天 大多次小朋友都喜欢夏天和冬天 也能用冰淇淋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喜欢冰淇淋的 打水仗 打水仗 在哪里打水仗 在更园里 哪个季节下雨会下得比较多一点 你感觉 七宁 七明 对 七明时节 玉芬芬 莫障行人玉断魂 戒爱 酒家合住友 不同瑶景性家村 性家村 homeless 你喜欢 不然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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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去画画吧 它很大 所以不会变黑的 天天 你这里有水吗 我要给宝宝做些汤喝 那里有很多的水 一片汪洋大海 那片大海在哪里 我需要一些水 在那边有很多很多水 这里真的是那片海洋吗 发生了什么 海洋的水怎么都没了 是啊 怎么没了 一整片 没错 孩子们 就算是海洋也会耗尽的 过度用水就会让别人没有水用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爱护自然 节约要水 我已经关紧了水龙头 所以现在不会滴水了 哦 是的 孩子们 你们做得很好 我们必须为了自己和他人保护好我们所拥有的环境 关爱自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铃铃铃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铃铃 铃铃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好的 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刘伟博 我特别喜欢户外运动 这是我在滑翔板 爬长城 长城有很多很多尖台尖 我还尝试过骑儿童沙滩摩托 酷吧 让我们一起去外面玩吧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